欢迎收看财经演绎 公路是一个经济体的经脉 对于经济温度的感知也会比较敏锐和直接 目前复苏的进度如何 近期市场对于国企改革的关注度不断提升 作为国企背景的公路企业 面对怎样的基于挑战呢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来月秀交通基建副董事长 何百青先生给我们讲讲 何先生您好 你好 初任来的 还有我们嘉宾主持 连静涵先生 Kings你好 拉尔你好 何先生你好 月秀交通基建顾名思义 这是主要基因公路的 那么内地去年11月是优化了防疫措施 请您给我们讲讲吧 之后这个不管是路费啊 还是说这个车流 他们复苏的境况是怎么样的呢 好的 高速公路的车流量呢 严格来说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晴雨表 那么过去三年啊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充分体现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所以在这个去年12月份 这个疫情防空争的变化 那么抽流量出现了重大变化 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 成运期间全国高速公路小科抽的流量 增长了18.7% 同比这是同比2022年的 那么同比2019年最高峰的时候 也增长了17% 那么拿我们自己公司来讲的话 成运期间我们综合的抽流量增长了17% 那么陆飞收入也同期也增长了17% 那么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行业 还是非常看好的 何先生 你刚刚说春运期间 再加上疫情这个管控放松之后呢 会不会是一个报复性的偶然行为呢 您对今年余下时间展望又怎么样啊 可以这么说 春运期间还是一个恢复性比较强劲的时期 但是对未来咱们展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咱们讲这个全两个月 一月份二月份数据已经有了 我们公司这个抽流量增长超过10% 另外呢整个陆飞收入也有接近10%的增长 所以我们对今年是非常有信心 那看见现在是属于一个扶苏的这个情况了 那除了扶苏之外的话 市场上面还是对于国企感和这方面呢 也是一个市场上面一个主题之一 那直到呢现在月秀交通 其实呢大股东呢是国企月秀集团 那集团这方面呢 其实呢也落实了关于这个三年的这个改革的行动 以呢这个发展的金融地产和交通 为这个中心核心 那公司在层面来看 层面来看的话呢 有怎么样的配合呢 关于这个三年的这个计划呢 其实宇秀集团也好 宇秀交通也好 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企业 那么国务院国资委包括省市国资委 对于国企有个三年行动计划 那其实这三年行动计划里面 这些优秀集团包括优秀交通 咱们很多工作其实都已经做了 所以我们不光是这三年 其实我们每年度这些行动 那么具体体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化的经营理念 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 包括市场化的退出机制 另外呢我们拿我们交通来讲 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市场化的投资跟投机制 这可能也是高速公路行业里面 唯一的一家 您可不可以具体讲讲 什么是这样一个跟投机制呢 我们那个地产行业比较多 地产这个早几年都已经这样跟投 就是说投资团队 经营团队 去投资某个项目的时候 咱们都要要求跟投 您也有跟投吗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正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因为高速公路这个体量比较大 跟投压力很大 那么今年我们交通板会 我们做了一个跟投机制 对投资团队 经营团队 要求强制跟投 这样的话呢 这些投资项目的过程当中 股东 尤其是我们大股东 游学集团会比较放心 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些 股票企业高速公路投资项目里面 我们是第一家 就是拿自己钱包的钱出来 一起投资 强制跟投 加强着责任感 对 共同进退 其实这个国企改革还有另外一重重点 就是说要打通投融管退这样的一个资产盘活的模式 那么集团早前也是将一些高速公路的资产 打包成瑞士上市 接下来还有没有类似的计划呢 应该讲这个国家法规委 这个2019年开始推行这个瑞士政策 是对高速公路尤其基建行业的一个大的政策支持 那么我们游秀交通呢 也是扎住了这个时机 从2019年就开始准备 那么有幸在2021年的时候 把这个项目做成了 落地了 我们拿湖北的汉销高速底层资产 去深交所分差上市 这做成以后应该想影响比较大 这些行业里边我记得我们是第三单 那么做成以后 这个行业的很多企业 独立我们这边交流学习 那么今年呢 其实我们一直继续探讨这个政策 有没有进一步落地的可能性 因为它政策目前也有一些缺陷 尤其是这个历史分差以后 它的资金不能随便使用 这个国家有规定 只能用于新建项目 那么目前我们新建项目 这个我们资金是有保证的 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资金的使用计划 这里考虑是否今年最贴近 那知道那个约秀集团呢 其实有一个惯例 就是将一些公路的项目呢 早期是放在公司集团里面呢 然后等它的运营呢 开始有一个成熟之后 之后呢 才放进去上市公司 好像你们里面 那例如是呢 是2019年的时候呢 湖北的这个项目 或者是2022年的河南的这个项目 都是以这种形式来运营的 放进去的 未来来看的话呢 还有没有类似相关的这个计划呢 这个确实是约秀 这个某公司支持上市公司的一个特点 其实不光是2019年 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个90年代 我们游秀集团90年代 第一个四川化兵购高速公路去哪一条呢 陕西的这个西岭高速 就是去兵马俑那个路 当初那个路的周飞站路口 还写着一个大的个标数 叫陕西第一路 那当初这个高速公路 也是我们游秀集团某公司 兵购以后 注入到上市公司的 但是到2019年以后 只不过把这个模式 用得到更多更具体一点 那么2019年 我们拿湖北的一个资产包 注入到上市公司 那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优秀的一个 刚才也讲了 某公司对上市公司的支持 另外呢 其实也是为了解决 上市公司去并购项目的一个痛点 或者难点问题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拿2019年湖北项目来讲 2019年湖北的项目是 广东省国资委底下 叫广盛集团的一个资产包 它是全国有的 那全国有的资产 是不可能直接 装给上市公司的 所以我们游秀集团 也是全国有 那国有对国有 那就可以直接交易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 那么游秀集团 并购了广盛的资产包 之后我们通过 这个一年多的梳理以后 就注入到上市公司 那这个应该讲 游秀这两年用得比较多 去年的话 咱们也成功地 这个拿游秀集团 河南这个并购的 南卫高所 注入到上市公司 应该讲这个方式上 会越来越做得极致 那么未来 我们也必须 肯定会 照这种方式 进一步推进 这个资产的组合 今年应该也会有 这些相关的这些项目吧 肯定会有 我们这个某公司 游秀集团 这两年 在高速公路市场上面 并购了 还有两个资产 一个是山东的 秦宾高速 也是这个 优秀集团 这些市场上并购的 另外一个 刚刚上个月 通过北京市 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司法拍卖了一个 河南平林高速 106公里的高速公路的 生育 生育的收费 收费 全这个资产 那么这两个资产 应该讲非常优质 如果是我们接管以后 把历史遗留问题 相关的法律问题 梳理干净以后 直接也会跟某公司商量 租载到上升 那想问问这些的 注入之后来看的话 这个回报情况是怎么样的 具体要看 具体到某一个项目 那么我们拿 比如说拿 已经注入 上升公司的 叫南卫项目 河南南卫列出的话 应该回报 还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这个尺寸 起码有9.5个点的回报率 那很高 上升 说实话 现在这市场上 是很难找到 这样的优质资产 对 何先生 您刚刚说 这个项目回报很高 也是比较难得的 那么集团 或者说公司 还有没有其他的 那这类型也是差不多回报 甚至更高回报的项目 带给大家 可以说 我们刚刚上个月 1月21号 医学集团 在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施法拍卖的这个项目 应该讲 这个回报会更高 为什么 也这个项目 我们去进盘的时候 也是只有我们一家 所以我们是底价成交的 那这个项目 假如说跟某公司商量 能够及时地 注入到双市公司的话 那对这个股东的回报 还是挺高 好 那这一节意欧未尽 不过先到这里 我们稍事休息 后来这要谈一下 月秀交通基建的 未来的一些部署 一会儿再见 欢迎回来彩精演绎 那下半节呢 我们继续跟月秀交通基建的管理层 一起谈谈发展前景 何先生 当然听您这名字 你们公司这名字 大家都知道 大本营肯定是在广东地区了 特别是你们的主力项目 广州北二环这项目 其实车流早就已经是严重饱和了 那么公司早前也是宣布要扩改建 目前这个时间表是怎么样的呢 可以 其实刚才你提到 我们的大本营在广州 严格来说 大本营咱们在香港 因为我们是香港上市民主 所以总部在香港 经营的主体给广州 所以你提到这个广州北二环高速 那这个项目可意义非常重要 因为第一 它是咱们宇宙交通商市公司旗下 最核心的一个资产 第二 这个路段是广州市最繁忙的一个主干道 它是三条国家高速公路主干道的贡献段 那三条呢 京都高速这些广州路的 省海高速这些广州路的 还有广州 闹城高速这些广州路的 所以三条国家主干道的贡献段 这个交通量可想而知是非常繁忙的 那这个项目也真是基于这个交通量非常繁忙 它原来第一个经营期的 实际的交通量早就已经饱和了 那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 这个项目必须给扩建 给扩建之后 那么来提高这个营量 那目前我们这个项目给扩建的 四公路设计基本上已经完成 而照行业主管部门 以及省市政府的要求 今年年底要求全面动工 我们计划了五年左右的时间 完成给扩建 到2028年年底给扩建能够完成 是 我听您这意思 似乎是应要求才要改扩建的 那这个项目到底是不是有利可图的呢 您预计这个收益率会是怎么样的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了 这个商务公司也讲 不能说政府要求他们去做 咱们就一定要去做 商务公司要做的事情 必须对股东有一个交代 所以我们这个项目 正因为交通量非常大 非常繁忙 给扩建以后是投资有回报的 是有收益的 我们初步测算 要照政府的要求 这个基本上能够达到 7.2%左右的投资回报 那么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收益也还是可以的 你觉得7.2%吸引吗 也算是真的提醒一个 刚才另外一个是 大概是9.9%多 所以7.9%来看到就算是不错的 那何先生我再问问你 刚才你所说的就是 你的主力的项目主要是在广东 而且也可以看见 在整个珠江三角洲这方面 也有着很大的发展 除了在这南部的珠江三角洲之外的话 一直往上面去 西的地方是广西 再往上面一点的话 就是湖南 湖北 河南和天津 也有你们的这些项目 在地图上面来看的话 好像呈现一个带状的情况的 集中在中南地区进行一个发展 那为什么有这个布局呢 这个你讲的美色 第一个我们现有的所有的资产 基本上可以说沿着 金珠高速的沿线 最难道广西 广东 湖南 湖北 河南 山东 天津 整个基本上 金珠高速这个带状沿线 那这个就是第一 咱们战略上有一个区域性的政策 咱们基本上是回老 珠三角这个核心地区 加上中部 中西部地区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还有一个就有城市化红利的地区 但是总体来讲 你说对这个区域上的限制呢 也没有严格的限制 只不过我们投资 基本上是在中部 南部 很少有北方城市 尤其东山城 投资主要咱们还是要体现这个资产 核心资产 就是预估有回报 咱们还是可以 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外 有一些拓展 那么总体上 还是要城市化精神比较大的 有人口红利的城市 可能会稳定一点 那就是说以后来看的话 也有机会再进一步地 矿占你这个版图 这个还是有可能 如果真的扩张的话 有没有什么心仪的地点 符合您说这些条件 认为必要有潜意的呢 我觉得咱们大湾区 长三角地区 经济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 人口红利比较多 那个相对 有个核心资产比较优质的 那我们会重点看 因为现在看见 好像是在东部这个方面 这个区域来看的话 布局是不是太多 未来会不会往东这方面发展 这个是 因为东部呢 长三角地区 说实话经济活动 不必做三角差 那么长三角地区 这个企业做的也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也很难有机会 去入这个行业 那么只要有机会 我想我们还可以去拓展 虽然中国的这个路网 可能在全世界来说 这个长度应该算是领先了 但是如果看这个西部的话 其实它有没有一些 拓展的空间呢 会不会集团也考虑一下 中国的路网不光是领先 完全是第一了 那么整个国家的高速公路网 主体架构已经成型了 那么或许的建设 主要是连接线 或者是有一些地区的 不平衡的路段 咱们去做一些 政府部门去做一些的 这个叫扶贫路啊 联网线啊 支线等等 那么作为上次公司的一讲 咱们去投资 并购高速公路 那还是要看这个项目 值不值得投资 至于西部地区也会有机会 但是核心 咱们还在这个项目 到底有没有收益 那也再看回来 就是说 在同行里面 很多公司呢 就是做公路公司 其实也有其他的 多方面的一个发展的 约续交通来看的话 好像是纯是公路股份 那疫情之下来看的话 影响呢 大家可以看见 真的是会有比较是大一点的 会对业绩来看的话 有一个比较是大的这个包动性 未来来看的话呢 会不会也是发展一些的 多元化的业务呢 这个跟我们大集团 有这个战略上 有一定关系 我们集团 因为是个综合性的集团 有金融 有房地产 有交通基建 有现代农业 每个板会的定位 非常新兴 那么交通板会 主业毫无疑问 都是高速公路 所以我们未来肯定还会坚持 这么高速公路主业 不可能有大的多元化的动作 但是呢 正因为高速公路受这个政策影响 尤其是疫情影响比较重 我们也得考虑 在产业链上面做一些延伸 做一些轻资产 这样的话呢 轻重资产搭配更加有利于 这个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的 基业长期 例如是什么的轻资产呢 比如说我们高速公路上游的 看扎设计咨询 检测 智能交通 这些企业的并购 我们这两年 作为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最深入研究 尤其是今年 我们已经看好了 一家这个检测的企业 这个企业 因为计算含量比较高 我们认为 接下来有可能 作为交通 我们底下的 第三家上市公司 很可能对这个行业里面产生 检测的意思是 关于一些的货车 这方面的一些的检测 不是 就相当于 可以高速公路做体检 道路检测 桥梁检测 三体滑坡检测 智能监控 这些 这个是很好的 未来的一个发展 对 新资产 对 公路呢 这个在一些行业划分方面 是属于公用事业型的 因为它现金流 那也很充裕 那可能有些上市公司 或者您的同意 忍不住要投资 你们说你们都 还是聚焦于公路这个本业 那大家要看你们 是不是可以慷慨地派息了 那股息方面 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未来派息政策会怎么样的 能不能够有一个 高息的这种情况呢 你这个问题 我们每年两次 一届发布会的时候 同样都会碰上 那么投资者 也非常关注这个派息政策 而且这一点 咱们一旧交通 是非常强调 我们一般坚持 为了50%到60%左右的 派息比例去派息 所以这个 还是我们投资者 对我们应该还比较放心 那怎么判断呢 井内的一些的 这个利率的走势 是怎么样呢 公司的这个债务的结构 未来来看的话呢 会不会有一定的 相关的一些的调整呢 这两年 公司的债务综合成本 就不断降低 尤其去年 我们的综合成本 已经达到3.37% 比上一个年度 下降了大概是47个BP 那么在这个国家 对这个交通基建行业的支持 我们相信 这个尤其是政策性银行 像国客行 这些利率方面 对实体经济 还有进一步支持的可能性 我们前两天 我刚刚接了 归靠行的领导 他们对我们这个行业 尤其对我们公司 还是非常感兴趣 我们对投资项目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给予支持 所以我们相信 我们拥用这个 各种金融性的工具 包括我们两地的资源 我们对这个 全部这个融资成本方面 还会有进一步的 降低空间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这些节目时间 也差不多了 感谢两位的分享 也感谢我们家庭观众的收看 下期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